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看的综艺节目 给您的节日 添点彩 添点乐 慈旧迎新 各路达人带您见证 梦想与奇迹 荆棘暴喜 众位明星为您送上 欢乐和祝福 开戏大集 万事横通 中国文艺特别奉献 新春满堂彩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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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喜剧是一种全新的 预言类节目 内容不仅新鲜 好看 好玩 而且还有着 让人意想不到的 多种结局 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改编自丹麦作家 安徒生经典的 童话威喜剧 这个悲惨的故事 令全场的观众们 爆笑不已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赶快去看一看 这大年三十的 大家都回家吃团圆饭 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在这大街上 卖火柴 卖火柴啦 卖火柴呀 我饿啊 我冷啊 卖火 小女孩 你卖什么的呀 大哥我是卖火柴的 你买不 你你你不 不能在这卖 大哥我有执照 你有执照 也不能在这卖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卖呀 你知道这是哪儿你就卖 哪儿我都卖 加油站 卖吗 再见 我卖个东西 我都找不着好地儿 不过这天也太冷了 点根区区暖 小姑娘 怪叔叔 你是谁 我是火柴里的精灵 你明明是个厨子嘛 你饿吗 饿 我会守护你的 真的 当然了 只要你猜出这是什么 我就给你吃 这明显就是要给我吃嘛 这是馒头 算了 我头 那胖子呢 死胖子你玩我呀 把馒头还给我 我都不信了 回来 圣诞树 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 不应该看到圣诞树 但我看见他也是蛮高兴的 再高兴我也想吃那馒头 回来 这么快就变老了 孩子 你谁 我是你奶奶呀 奶奶 我知道你过得特别的苦 在我临走的时候啊 还给你留了一大笔的遗产呢 有遗产 多少啊 一 哎 哎 哎 火柴怎么说完了 奶奶别走 奶奶回来走 奶奶 你接着说多少 孩子 我知道你特别的苦 大头来啊 在我临死之前呢 快点奶奶 还给你留了一大笔的遗产 多少奶奶快没了快 一 快 多 奶 又没了 奶奶别走 哎呀 奶奶捞肝子说 捞肝子说 奶奶 别喘快说 快说时间有钱 快点 又快没了 说 我知道你特别的辛苦 是是是 带我临走的时候啊 嗯 给你留了一大笔的遗产 多 哎呀 哈哈 草天呀 这是非我哄吗你啊 哈哈 我死了算了呀 今天是清明节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看来是不能再卖火柴了 它烧的时间太短了 为了见我的奶奶 我进了个新货 打火机 有谁买打火机 收心就打火机 有人买打火机 小女孩 啊 干嘛啊 你是卖什么的 打火机啊 你这东西不能在这里卖 我有执照 你有执照也不行 为什么不能在这卖 大清明节的 所有人都上坟去了 也没个烧我的 也没个我烧的 我平时不能在这卖 你说这是哪你就卖啊 这是呢 这不是加油站 这是鞭炮啊 怎么 别炮炮 哎呀呀 走了走了走了 买个东西 我都选不好地 不过这天也太冷了 我得取取暖 小四季啊 你是 是 我是打火机里面的精灵 哦 这么快就跳槽了 你饿吗 你饿 我会守护你的 是不是啊 只要 你猜出来这是什么 我就给你吃 这是馒头 同一眼是窝头 哈哈哈哈 不对 哎这是 饼 哎呀 你玩死我了 玩饼 我靠你弄出来我就抢 我给你打成饼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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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告诉你这回装成树哎 你把饼呢 哦真是树啊 哎 这次该找我的奶奶了 奶奶你能多说两句了 奶奶 我知道你特别的辛苦说重点吧所以呢在我临走之前呢给你留了一大笔的遗产多少啊一千万什么东西啊这是没车啊奶奶奶的操天啊烈质产品害死人啊 今天是圣诞结 monumental啦 燃烈房叮咆哮咆哆哆ami窑干我跟你说做的她都没什么关系哎大街上都没人了就剩我一人了我再也不卖货柴跟搭会儿鸡了为了见我的奶奶我进了一件高科技的产品我卖手电 卖手电 卖电瓣 谁买手电 谁卖电瓣 不是明火 驾驶站能使 鞭炮厂能用 卖电瓣 小丫头 你好 大哥 除了这个还没别的吗 你想买什么 火柴有吗 没有 大火机也行 大火机也没有 啥都没有你这 你要干嘛呀 家里停电了 回去点蜡去 你家里停电 买一手电不就得了 你有病啊 这玩意儿怎么点蜡呀 我打着他 找我的奶奶 好眼熟 你怎么又来了 你是谁呀 我是手电里的精灵 哪都有精灵 你饿吗 饿 我会守护你的 饿 只要你猜对了这是什么 我就给你吃 这个 对 戳一眼是窝头拍扁了叫饼 算了 那这个 馒头 你还跑我这有电池的你跑你跑 圣诞树 这有什么新鲜的搬走 我要找我奶奶 听我的召唤出现吧 沈奶奶 我慢慢地说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我知道 在我临走的时候 特意给你留了一笔遗产 多少 一千万 没关系慢慢咳嗽 现在我也知道你不容易 你放心吧 你慢慢地说 我肯定以后会好好祭奠你 一千万 根儿火柴 一千万根儿火柴 哎 火柴 哎 家里停电的大哥 火柴 火柴 综艺舞台上不仅有耀眼的明星 也有身怀绝技的老百姓 山东老太太孔庆玉 因为长得酷似环珠格格里的容嬷嬷 且能唱 能跳 成为了各综艺舞台上的新宠儿 他大胆的言辞和率真的表现 常常让观众朋友们忍俊不禁 笑成一片 现在都说那个转移黑猫 这个口罩也黑猫 周杰瑞那个牛仔黑猫 我那个嬷嬷黑猫 我听说我得搭档 不教授 音乐 对吧 谷歌 董事实上 华是名帝 下来这一老娘夫妻 我们俩配着行李 西洋下多美丽 我老板是我助理 我没想也不理 接下来该介绍我自己 我虽然这么年纪 旌既是无人能笔 恐慌慌我还忙的 一路上把我停蹄 来到满汤三木 真心最美自己 祝大家开心万事作业 谢谢啦 谢谢啦 把你上我的干事间 你们翻译啦 我就合选啦 谢谢啦 谢谢啦 谢谢 谢谢啦 因为喜欢我 因为喜欢我 我很棒的 一号 你是我初头的小牙小苹果 酸酸甜甜的美乐情色 沧桑的老脸依旧 乱我心窝 牵手一声 相濡一抹 呼气鼓吏 你是快乐快乐地摸摸 微笑的脸上 铺满皱折 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都尝过 中国大妈多快活 快活快活 好 好 好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五十年前的今天 咱们一起看星星 好 欧巴曹黑 黑咯咯的晚上 咱俩看星星 一晚上没说话 心里只不疼 你给我 新一份 里边的内容 你记得请 记得请 记得啥呀 咱们俩一起过一生 咱们俩一起过一生 过呀嘛 过一生 今生今世呀 永不分开 好的好的 你可要勇敢 围着我打转 好的好的 老婆最大呀 老公最爱 你是我新娘 我是你的肝 少年的夫妻呀 老来的伴儿 我还想为你生个小孩 You're unbelievable You're so unbelievable Yo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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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elieva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小品舞台上的实力派演员潘冰龙 用他独特的喜剧表演方式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其实说相声才是潘冰龙的老本行 早在2004年 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 成为逢巩的高手 行 那么潘先生 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吧 好 今天呢 等会儿 你还没问我从哪来的呢 您从哪来啊 我从该来的地方来 废话少说开始 开始 好 那就进入今天的初级题 请听题 你在沙漠里淘金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 你饿得两眼直冒蓝光 这个时候 在你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位天使 左边这个 手里拿着金子 右边这个 手里拿着包子 请问你选谁 我选骆驼 没有骆驼 只能选一个 我选的就是一个 不是 两个答案选一个 哎 两个 嗯 君姐 不用纠结啊 没关系啊 借来我们帮你选择 你怎么帮啊 哎 你比如说现在啊 我一转身我就不是我了 那你是谁啊 金子天使 哎 比如说我一转身 我也就不是我了 那你是谁啊 包子天使 你不转身也是包子 那我也转 为什么呢 给你换体热的 那还挺轴啊 哦 潘先生 我这金子可值钱 潘先生 我这包子可广宝 潘先生 我这金子可是身份的象征 潘先生 我这包子可是你走出沙漠的希望 选金子 选包子 金子 包子 金子 包子 行 有没有金子下的包子 没听说吧 还是俩啊 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包子 金子 包子成可贵 金子价更高 为了不纠结 给我换道题 不是 一个初级题您都这么费劲 不是 你换一道 我肯定 你换一道我肯定不费劲 换一道吧 我张主说出答案 换一道是吧 换一道换一道 行 那么刚才的这道题呢 考验的是您的金钱观 接下来这道题呢 将会考验你的爱情观 好 请听题 在你的面前 同时站着两位女子 左边这个 非常非常地漂亮 但是不温柔 右边这个非常非常温柔 但是它不漂亮 在这两个人当中 选择一个做老婆 你选谁 那我肯定选漂亮 有温柔的 只能选一个 不能逗包园 那我问问 这个漂亮的 到底有多么的不温柔呢 就是让你天天 都没有好日子过 那我问问 这个温柔的 到底有多么不漂亮呢 就我这模样 我要回沙漠 那个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必须选这个 这比刚才难选多了 中集体可不是吗 提高难度了 对啊 来 你们不帮我吗 这是我怎么选啊 那好那好 选不出来没关系啊 接下来我们还帮你 做出选择 怎么怎么帮 和刚才一样啊 我现在一转身 我就不是我了 那你是 天女下凡 我一转身我也就不是我了 偏鹏人帅 这就是我心中的女神啊 我漂亮吗 漂亮 我性感吗 那我是谁啊 那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自个儿老婆都不认识了 老婆 哪个呀 你还有几个呀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你 我长这么漂亮 还对你温柔 好事全是你的呀 不是我说你温柔点 你就更完美了你 嫌我不美 她长得太美了 你看 眼睛像范冰冰 气质像大明星 身材像白鸡冰 魔鬼身材啊 行啊 躲得挺快啊 那是 出过对象的爷们儿 谁没练过这个 我叫你范冰冰 行 散环呢 你给我回去 哪来回哪去 回家我不要你 回家 你说的啊 对 别后悔 后悔 后悔我是白鸡冰 这哪是女神呢 整个是女神匠 我还是惦念那温柔的吧 我 亲 妈呀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刚才是不是地震了 我都看见了 刚才他掐你来着吧 对 人家给你按啊 按一按就不疼了 按一按就好了 按一按 你按错了 这边疼 讨厌 亲爱的 其实人家挺喜欢你的 我能为你唱首歌吗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然后再把它放下来 亲 你看人家为你做点什么呢 帮我找个盆呗 盆干嘛呀 胃部偶感不是 你 你还是不喜欢人家了 怎么还要 这没想到 这么温柔的女子 长得这么 好像行勇呢 怎么 人家路口该往哪走 前进后退 左手右手 你远远点 你吓着我 您到底不合选的吗 太难选了这个 他有什么难选的 太难选 随便选一个不就完了吗 你们不能再帮帮我吗 这种帮他我受不了 给他个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给他个机会 你可以像场外呢 场外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进行求助 打电话你不早说呢你 喂 小泥吗 那什么 那个我这儿有俩女孩 不不不 你不用过来 那个什么 那个我一个是温柔不漂亮 另一个是漂亮不温柔 我必须得选一个 什么 果断选温柔的 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 听见没有 这是亲哥们说的话 你知道吗 行行 哥们 我就听你的了 我就选温柔的 什么 漂亮的留给你 我呸 我留你个大星星 我个什么人这是 伸出一双温暖的手 总想误热你的梦 谁知你的梦 是那雨后彩虹 瞬间无影无踪 碰出一颗火热的心 也想换点美丽青春 谁知你的心 是那天上的云 爱很有风决定 其实男人 其实男人很傻很傻 明知有火力藏着玫瑰险阱 男人还是像 扑火的飞蛾 傻傻的往前冲 其实男人很傻很傻 明知穿绵的背后充满伤痕 男人还是像 暮中的水 在火中飞淡